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孝战近日由亚太最美偶像组委会举办的2020亚太最美偶像正在火热投票当中 而入围的众多偶像都是综合近一年的偶像热度 并结合艺人工作室权威媒体各大门户网站推荐选出来的 在这份榜单当中 孝战的票数暂时领先 但第二名第三名也在追赶当中 并且差距相差都不大 截止发稿 孝战获得的票数为4283543票 第二名也有4205900票 第三名也是获得了4133346票 在随时都在变化的投票现场 这样的差距可谓是相当小的 甚至可能会随时被赶超 在如此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 为什么粉丝们都希望自己喜欢的偶像能够获得亚太最美偶像的冠军呢 其实这还得从获得冠军的福利资源说起了 其中有三个资源对偶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资源就是将获得国际上70家媒体的联合宣发亿万级偶像曝光 其中包括了道琼斯市场观察韩国知名网站 日本知名网站等等 第二个资源将获得国内十余家权威媒体的量 千万节偶像曝光 其中大多数都是国内的大平台媒体 第三个资源将获得冠军独家报道 在海内外80家媒体全发超过亿万节的曝光 从以上三个巨人来看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厚的 对偶像提升全球影响力和知名度有着想象不到的好处 可以说这将促进偶像全球事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啊 肖战在海外有着非常高的影响力 他的作品呢也是经常在海外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的 但如果他获得这个冠军 那么将会让他的影响力与知名度更上一层楼 也让他的优秀被海内外的更多的人所熟知 当然肖战在提升知名度的同时呢 也能够更好地向海外去传播中华文化 这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因为在之前的事情里面 肖战的电影《朱仙》与影视剧《陈情令》 在众多的海外国家都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也收获了无数的好评 而肖战的影视剧成功的输出呢 也可以说是国内近几年 一直在努力收获的一大批的成果之一了 而在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海外都在向我们输出了他们的文化 时日今日角色也在慢慢地发生转变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就能够看到更多的国内的影视剧风靡海外了 其实肖燕觉得肖战获得这个亚太最美偶像 也是众望所归的 因为他不本身 他就在亚太地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因为他优秀呢 获得了无数的亚太地区网友的喜欢 在有着相当好的基础的情况之下 如果再加上这次亿万级偶像的曝光 在未来随着肖战更多优秀作品的输出 他也将会随之成为全球的顶级艺人之一 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因为一个根治苗红且正能量的偶像 是文化输出非常重要的 能够让众多的海外网友与观众深刻地感受到 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精髓 最后希望在众望所归之下 肖战必将会获得最美亚太偶像的冠军 为他在未来文化传播的道路上 打下更好的基础 青年演员肖战未来可期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